她快過世那段時間 我自己心裡就覺得 那一段時間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她每天都會在我上班 然後坐在後面 我就一直覺得有一個聲音跟我講說 妳再不抱就沒有機會了 再不抱就沒有機會了 對 就是妳再不抱妳爸爸 妳就沒有機會了 就是一直有那種感覺 對啊 但沒有想到是真的 結果妳那時候有抱妳爸爸嗎 也沒有 對啊 那對妳來講 會不會覺得那是一種遺憾 就是最大的遺憾就是 應該是沒有跟她講到話 因為我跟她講最後一句話就拜拜 結果真的就拜拜了 對啊 爸爸對妳的影響是什麼 其實影響很大 因為以前我跟爸爸感情比較好 因為爸爸最疼我 就連奶 就是那個我外婆問說 三個小朋友妳最疼誰 然後我爸都說最疼我 對啊 然後我爸爸就是 我們平常就會寫紙條 因為不敢講的 我們就寫紙條都會這樣交流 對啊 然後有什麼事情 我都比較敢跟爸爸講 對啊 後來爸爸過世之後 妳是家裡的老大 老大嘛 所以妳會覺得說 要一肩扛起這個責任 突然之間這個長女 也要負擔家裡面 帶弟弟妹妹這樣的重責達人 對啊 妳有變得比較 責任感全部都湧上心頭的 那種感覺嗎 會耶 因為我個性就像爸爸 對啊 因為我爸也是就是 反正有事情都不講 然後就自己扛 對啊 然後我有被他影響到 但是他就一直告訴我說 有事情都要講 對啊 可是他過世之後 就是我就會覺得 我要好好照顧這個家 然後不能讓就是媽媽 就是過得這麼辛苦 然後就也希望弟弟妹妹 都可以卡開心心了 對啊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像以前 那麼辛苦了對不對 自從妳 但是是另外一方面的 就是困擾 對啊 就是變成媒體追逐的壓力 未來妳在演藝圈的目標 會是什麼 我這樣問喔 就是說 如果有人說 我要去找郭書瑤拍戲 我要去找瑤瑤拍戲 但是妳能夠接受的尺度是在哪 如果需要到裸露呢 妳能夠接受嗎 裸背吧 只能接受裸背 對啊 正面 不能 絕對不行 不能 就是完全都不用考慮了 對啊 而且背只有上半部 不能到屁股 但其實有很高的片酬呢 也不行 為什麼 其實還是 妳的想法是什麼我好奇 怕嫁不出去 因為這還是有那個 比較古老的觀念 對啊 妳的意思 妳是告訴我 其實妳的觀念是非常傳統的 就是還是比較保守 對啊 所以妳也是沒有辦法接受 如果對方片商是開一個 高價碼的這個酬勞的話 也是沒有辦法裸露的 不行的 所以妳希望自己還是從實力派 這一方面去走嗎 這個是在演戲 主持呢 主持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還有很多內容 就是不足 就是頭腦裡面沒什麼東西 妳這樣覺得 對啊 妳會不會想說好 那我多充實… 對啊 後來現在就會去翻書什麼的 然後 因為其實之前小時候念書 就是沒有乖乖念好 對 現在就會重去翻以前的課本 因為其實很多知識 都從那邊來的 最基本的 對啊 然後就會重新 因為其實人家都說我反應夠快 但我覺得我真的沒什麼內容 你這樣覺得 那妳要怎麼樣加強 就可能會多跟人家聊天吧 因為從人家那邊 也可以得到很多事情 對啊 經驗談或是什麼 然後看書 因為看書是有很多人 都一再叮嚀我的事情 所以妳未來會不會要繼續升學 妳的人生計劃 會 因為我想念外文系 妳想念外文系 念外文系 將來也是要走外文這一條路嗎 就是覺得語言還滿有趣的 因為我對英文還滿有興趣 然後日文也還滿有興趣 對啊 然後最近又認識日本主管 只有在學日文 對啊 他就會教我怎麼講 對啊 所以未來妳想念外文系 然後妳也希望可以往演藝圈發展 對 往實力派的演員發展 然後有機會的話 妳要接的是 可以挑戰實力的這樣子的戲嗎 好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郭書瑤 謝謝瑤瑤今天來 妳跟我們分享瑤瑤現象 我覺得不在乎 謝謝瑤瑤 謝謝 謝謝文英姐 明天繼續鎖定直角360度 明天見 感覺瑤瑤 明天見 Couldn't 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